在先前我們已經談到了S3-MX等N 這種沒有二次項的解 那現在如果我們想要解這個有二次項的解 該怎麼辦呢? 當然我們其實以現在來說 我們其實就是按個電腦就可以了 那現在網路上其實也有一些免費的 這個操作軟體 我今天介紹的這個就是Woffern Alpha 你只要把這方程式這樣打進去 那次方用這個符號 一旦打進去然後輸入 它其實就會幫你算答案 答案其實蠻快的就可以算出來 那這稍微解的話 我們就可以解出來 它有一個時數解 有兩個複數解 對這個時數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時數解看起來就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還蠻複雜的 不過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一些東西 這裡有開立方 這裡有一個二 這是什麼東西呢? 對 其實你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其實它剛剛在這裡做了什麼事情 做了這個轉換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處理 這個三次的一個重點 三次重點就叫做配立方 在講配立方之前呢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我們以前很熟悉的配平方 配立方跟配平方 其實精神是一樣的 所以學術學裡面呢 我們有時候不只要知道公式 而是要知道那個方法 那方法其實才能夠有用 那今天我也想要講三次方程式 也是重點就是 現在絕對不需要人來動手解三次方程式 那講這個的目的呢 就是要讓大家去欣賞一下這個 這裡面的一個智慧 那個智慧其實是比較有趣的 本身來說 真的已經不需要你實際動手去解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以前那個配平方 就是解二次方程我們怎麼做呢? 我們就是用配方法 配方法的目的呢 就是要讓一次項消失 例如我們現在有一個s平方-2x-1等於0的式子 好 那這個式子呢 我們想要配平方 所以我們就重點就會放在這邊嘛 欸?s平方-2x 那我們再補一個什麼呢? 我再補一個什麼呢? 再補一個加1 那我就會這邊就可以配出來 好 補個加1等到右邊要多個1 那這個1再拿過來 所以其實就會這邊就等個2 所以我們就得到什麼? a-1的平方等於2 那x就等於1加減根號2 所以這是以前配平方的配方法的概念 所以配方法它可以隱藏一次項 好 那所以剛剛我們有稍微偷偷的看到 其實那我們可不可以用這種概念呢 把這個三次的變成這個 那就叫做配立方法 配立方法可以隱藏這個二次項 這是我這一節最想要去提的一個重點 所以呢 例如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像剛剛這邊 x-2s我們要用x-1 那這裡的話呢 x-3-6x到底要用多少? 要用這個數字除3 那細節再讓大家想一下 其實除3就是2 所以我們這邊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這是其實一個倒推的過程 因為x-2的三次方會等於什麼呢? 會等於x三次方 那減掉呢? 3乘2乘x-1 所以這邊就會得到6s-1 那接下來呢 再加上那個12乘x 那最後再減掉8 就是說這個三次方我們會湊出這一項出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的概念來配立方 所以原式呢 原式我們今天很快的把它 就可以重新改寫一下 我們要湊出這個數字 對湊出這個數字 s三次方-6x-1 加12s-8 可是這裡有15x 所以後面還有加3x 減16呢 這減8 所以還要再減一個8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數字改寫成這個 然後這裡就是x-2的三次方 好 那剩下的部分呢 3x-8我們也把它變成什麼 3x-2 然後最後 這變成3x-2 這x-6嘛 然後還有一個-2 所以這裡還有一個-2等 所以 我們就把原本這個呢 變成 沒有二次項的 那我們把它寫清楚一點 就是說怎樣 我們令x-2是y 那整個式子 就要去解什麼呢 y3 加上3y 減2等於0 這個式子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之前在講的 好 要處理這個 三次 沒有二次項的 我們就用一個很妙的方式 提升自由度 好 就是設y 等於u加v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帶進去 就是u加v的三次方 加上3 uv 3u加v-2等於0 好 那這裡又用到一個三次方的展開 好 三次方展開之後呢 就變成u3 加v3 好 然後呢 加上3uv的u加v 那部分我就 先不寫 就把它丟過去 就變成3u加v的-uv 然後這裡再-1 好 這個就把它拿過來 就變成這個-1 好 這裡面有一個這個項 就把它拿過來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去選什麼呢 選一支uv 好 好 讓這裡像是0 所以我們就是令uv等於什麼呢 負1 好 uv等於負1 那我們就得到什麼 u3跟v3 加起來呢 好 這裡是0 所以要等於2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了什麼 u3v3 好 其實是什麼呢 對 這個的三次方 也等於負1的三次方 也等於負1 好 所以u3v3 相乘是負1 相加是2 所以u3v3其實是什麼 t平-2t-1 等於0的結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解出來 這個就是剛剛 長的梗 所以t其實就是這個式子 那所以呢 所以我的x 就我的y y就是u加v 然後再加上這個的開立方 這個還會開立方 但一個是正的開立方 1加跟2開立方 1個是什麼呢 1個是負的 再開立方 好 那x其實就是什麼 x就是 x跟y的關係是什麼 x等於y加2 所以x就是等於是 這一串再加上2 先加2 所以就是等於剛剛 Wolfland Alpha上面的解 對 好 當然後面還有一些可以追究 其實它有兩個續根 那這個就是 我們後面再來 稍微探討一下 但是 第一個它十根的部分呢 就可以這樣解出來 而且我們可以回顧一下 其實 十係數的方程 它一定會有十根 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把十根算出來 好 再回顧一下 重點不是這個的解法 重點是你要從裡面 看到一些有趣的部分 好 最有趣的部分就是這個配立方 可以隱藏二次項 好 那後面這些技巧其實就是 前一講裡面在講的 它是一個很妙的 處理三次方程式的方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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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